大家好,3月7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杰 7号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时表示 根据中国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 中国将组建国家数据局 肖杰指出,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 组建国家数据局 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 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 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 据其介绍 将中央网络安全和新化委员会办公室承担的研究 拟定数字中国建设方案 协调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细细化 协调促进智慧城市建设 协调国家重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 推动信息资源跨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等职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的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组织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推进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等职责 划入国家数据局 他还表示根据中国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将重新组建科学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科学技术部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定科技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 指导农村科技进步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 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定科技促进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职责 分别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生态环境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 将科学技术部的组织拟定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规划和政策 指导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科技园区建设 指导科技服务业技术市场 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等职责划入了工业和信价化部 将科学技术部的负责引进外国智力工作 责任划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部 加挂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 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 完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机制 调整科学技术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协调管理 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等职责 将科学技术部所属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 划入农业农村部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划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划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仍由科学技术部管理 科学技术部不再保留国家外国专业 国家机构改革议案还提到 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 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新华社的报道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监管 强化机构监管 行为监管 功能监管 穿透式监管 持续监管 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加强风险管理和防万处置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 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 日常监管职责 有关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职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 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今天的美国媒体报道 一位熟悉审议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即将收紧对美国公司一些海外投资的规定 目的是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提高其军事实力技术的能力 官员表示拜登总统即将发布的这项行政命令 将限制美国对具有国家安全用途的先进技术的投资 例如可以帮助中国提高军事决策速度和准确性的下一代军事能力 去年10月拜登的行政当局实施了出国管制 限制了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能力 白宫称这些芯片可用于制造武器 侵犯人权并提高其军事后勤行动的速度和准确性 最近美国击落了穿越美国高空中国间谍气球后 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变得紧张 上周四3月2号 二十国集团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国家的高级外交官 在新德里结束了一场争议的会议 与会国家没有就俄乌战争达成共识 除了乌克兰战争议题外 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全球影响力 也主导了大部分会谈内容 中国上周抨击了众议院新成立的 美国与中国竞争特赦委员会 该委员会已经举行了首次 关于对抗北京影响力的听证会 中国外部发言人毛宁的要求 美方有关机构和人员摒弃意识形态偏见 和冷战零和思维 华尔街之报上周六首先报道 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上周五 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报告 详细说明了新的监管体系计划 以处理美国对先进技术海外投资的监管问题 华尔街之报的报道 两个部门表示 他们预计将为白宫预算中的投资 审议计划寻求额外资金 该计划于3月9号发布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拒绝对财政部和商务部的报告发表评论 但指出行政当局的官员已向国会通报 其在制定海外投资监管方面相关进展 预计行动会面临美国公司的抵制 刑上当局试图向商界发出信号 虽然他们考虑审议 有关美国在中国投资的规则 但他们同时也注意避免过度监管 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 叫沃利·阿德·叶默 他表示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做的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确保我们在什么样的竞争 和什么样国家安全之间划清界限 因为从根本上说 我的观点是 当我们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公平竞争环境中竞争时 美国都做得很好 最近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场活动中 他表示 我也希望在我们看到国家安全风险的狭窄空间中 能够使用我们掌握的工具 来保护美利坚和中国的国家安全 针对美国对中国芯片行业的现实 路透社的一篇文章分析 中国政府准备投入大量的资源发展本国半导体产业 然而单靠注资无法解决问题 需要克服使中国公司在价值链中处于低位的结构性问题 例如政府准备为半导体企业提供高达1400亿美元的采购补贴 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唯一供应商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光刻设备 世界上此类设备最大最先进的供应商是荷兰的阿斯麦 但是荷兰公司已经向中国供应最先进的设备施加了限制 问题在于中国的微电装备集团 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只为中国客户提供设备 并不与台积电等先进的半导体公司合作 因此中国上海的微电子装备集团 无法独立于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 也不能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移动 主要障碍就在这里 假设中国公司可以设计出技术先进的产品 但启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已经存在问题 这里的一切运作方式与航空工业相同 那么芯片制造设备 制造商与其制造芯片的客户密切合作 知识和经验的交流是不断的 进而使双方都可以改进自身的技术 同样重要的是 要了解中国公司 是由以前与半导体行业无关的人创立的 创新基于逆向工程 该公司只是从西方竞争对手那里购买二手设备 将其拆除 从而获得技术 这些能够批量生产采用90纳米工艺的光刻设备 并不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荷兰的阿斯麦在20年前就有了类似技术 那么现在从国外购买设备变得更加困难 上海的微电子技术集团技术进步的步伐相应的放慢了 中国专家也认为 中国应该重新考虑其创新战略 尽量不追赶和复制国外的技术流程和标准 而是创造新的工艺流程专利等 而芯片为例不仅要努力让芯片越来越薄 还要考虑如何使用新材料制造芯片 那就路透社的他这篇文章谈到我的看法 实际上我之前的节目说过 现在实际上西方非常先进的芯片制造工艺 对中国限制 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掌握的芯片工艺 是完全能够满足现在市场需求的 因为现在实际上大量的市场需求的 并不是最先进那些高端的芯片 而是最初级的芯片 包括汽车使用 包括一般的电子设备使用的芯片 都是最初级的 13奈米14奈米15奈米左右 这些芯片中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所以这次中国实际上就是要生产自己的 主要使用的也是进口量最大的芯片 完成自己自足 而高端芯片西方本身是不愿意出给中国的 那么中国即使向西方购买也受到各种限制 所以中国先保证自己生产芯片的能力 逐渐保证自己的有一定规模以后 然后再提高技术 这是中国 你在看路透社这篇文章 它实际上提出的什么 让中国在一开始就能够获得一定的技术领先 这是不现实的 也是中国无法做到的 他希望中国上来能够有独立开发的能力 另外中国的芯片能够走一条别人没有走的路 但是这成本路透社他绝对没有告诉中国人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 中国人一定要想到星球大战计划 当年苏联怎么被拖垮的 就是西方不断制造很多的噱头 让你苏联 跟着美国一起竞争 结果耗尽了你的国力 而西方他拥有什么 拥有金融霸权 他有无数的钱 他可以大量的 对吧 从头去生产很多高科技产品 高技术装备 你中国本身你资源有限 把你有限的资源全浪费在某一个领域 这对中国来说 这是巨大的一个灾难 就很有可能重蹈星球大战负责 上路透社这个文章 他也提到 说中国现在在国内采购中国自己的光刻机 并没有参与到国际的分工 所以还是在供应链的底端 但是我想说中国现在呢 在供应链底端能够从无到有 这就是中国的进步 因为只要中国能够从无到有 有了一定规模 即使不是生产最先进的芯片 但是我有生产芯片的这个规模以后 这个技术的突破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是现在中国应该做的 从无到有 而不是追求什么高精尖 追求高精尖那个成本巨大 连西方很多发达国家 不受美国制裁 他都做不到 何况中国现在受到 所以我一直在说 中国就是应该发展国内最广泛 进口量最大的这批芯片 也就是13mm 14nm 15nm左右 这个大众芯片 而不是那些高精尖芯片 能够保证最大的市场供应 能够自给自足 实际上中国就有了市场 有了市场你就有话语权 你自己可以自己做 你就有话语权 你就可以升级 那实际上 未来突破芯片的这个技术封锁 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是路透社这些记者 包括路透社 他这些所谓的专家 他是不会跟中国人讲的 他是希望你能够陷入科技陷阱 希望你现在就把财力物力 把投入到高精尖科技 高精尖领域 去研究那些连西方现在 花了大力气 人力物力都研究不出来这些领域 去打水漂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中国现在的资金有限 人力物力又受到限制 就是应该发展 中国现有最急缺的 大众这些芯片 而不是高精尖的 像台积电也好 三星也好 这些公司生产的很多芯片 最赚钱的不是那些高精尖的 而是那些大众芯片 大量出口的这些本土 能够生产的1415奈米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现在应该解决的 是基础芯片生产制造的问题 这是我个人看法 那么实际上现在中国 已经成立了国务院新的部门 就是为了解决未来科技上被美国封锁 被美国限制的问题 最后我要讲 中国一定要不要陷入美国的 这个星球大战计划陷阱 再一次用芯片给中国 网络了一个新的星球大战计划 让中国陷入这个陷阱 把中国的财物力消耗在 这个所谓的新的星球大战计划里面 苏联把大量的资金 财富投入的那个星球大战计划 跟美国竞争 最后换得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获得 国家还解体了 大量资源浪费 这是我一直强调 一定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使用 而且首先要完成自己芯片的自己自足 但照美国围堵中国 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长期战略 大家不要有幻想 认为美国会放弃围堵中国 和中国能够回到过去那个状态 中美能够和平相处 美国不再制裁中国 不再围堵中国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昂格鲁撒克逊已经发现了 欧亚大陆的崛起 也就是中国的GDP超越美国那一刻 昂格鲁撒克逊 也就是美国 它就会被边缘化 而欧亚大陆的崛起 是昂格鲁撒克逊 它无法接受的 它绝对不允许 欧亚大陆 重新回到人类人民的中心 所以大家不要有幻想 认为美国会回到过去 和中国能够和平相处 能够和平相处 最后我要讲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 也只是美国现有的技术 对中国封锁 美国有很多技术 它没有的 它就无法封锁中国 所以最终的结果 还是欧亚大陆的胜利 咱们中国人 与美国与昂格鲁撒克逊 这个斗争 一定要站在欧亚大陆角度 因为你背后有 整个欧亚大陆的支持 很多的技术来自于欧亚大陆 并不来自于美国 所以这一场 在技术方面 美国对中国围堵 美国必败无疑 因为中国背后有整个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的崛起 欧亚大陆科技的发展 这是美国无法阻挡的 美国即使现在能够制裁中国 压制中国 也不能永远的压制 欧亚大陆的崛起 最终欧亚大陆是一定要超越美国 边缘化昂格鲁撒克逊 所以中国和美国 这个科技战 中国必胜 只是时间那么停 中国人一定要有信心 我发现很多中国人没有信心 见了美国腿就软了 直接下跪了 你要看到历史大势 欧亚大陆是一定要回到人类文明中心 超越美国的 而中国一定崛起